好主播忙來帶你關心 今天一大早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是在選後首度合體 來到了中正萬華這邊 要來幫自家的這個黨員 吳一軒的服務處成立來發春聯 可以看到現場其實民眾都是在排隊 來領取柯文哲的春聯 以及紅包帶 現場是相當的踴躍 那柯文哲昨天也PO了影片 來宣布即將要退休 馬上來聽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其實不是提前退休的 政治生效日還是2月1號 但是我們台大醫學院 因為我們台大醫學院 要退休一年只有兩個時間 2月1號跟8月1號 所以我就選2月1號 但是要辦退休 退休一些事務要辦 要辦勞健保還要換位置什麼的 昨天是那個醫學院給退休的老師 一個聯合的一個頒獎 好可以聽到柯文哲是說 昨天那個影片呢 其實只是提前來預告 那正式的退休日 要到2月1號才會生效 之後就會全職的來擔任黨主席 那近期呢 這個王世傑跟高嘉瑜 都遭到民進黨的支持者圍剿 柯文哲也替高嘉瑜聲援說 其實呢高嘉瑜只是講話比較直接 希望說黨員不要這樣霸凌他